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天然气造已经湿入千家万户 天然气也成为必不可少的能源 但是天然气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总有用完的一天 于是天文学家将目光放到了地球之外 寻找天然气储量丰富的星球 为日后做好打算 据观察 土威六上蕴含着丰富的天然气 其储量是地球的数百倍 人类在未来能够利用起来吗 期间要是不小心点燃了会怎样 能点燃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 燃烧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从物理层面来讲 燃烧需要具备三个要素 可燃物 助燃剂 火源 那么土威六上能够满足的条件有哪些呢 可燃物肯定是存在的 其表面含有大量的甲烷湖泊 天文学家在对土威六进行观察的时候生成 当中甚至可能存在甲烷海洋 只可惜 土威六上的大气比较浓郁 力度是地球的1.5倍 不利于深入展开调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土威六的甲烷含量非常丰富 就连大气当中也含有大量甲烷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 所以说土威六上的天然气储量 是地球上的数百倍 毫不夸张 想要点燃土威六 还需要的就是氧气和火源 火源的问题同样不用担心 如今的技术如此发达 航天探测器旅行者姐妹都已经穿过了科医搏袋 只要人类想 投放一个火种到土威六上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 点燃这颗星球的氧气从何而来 土威六的大气以氮气为主 占据了大约98.4% 氮气并不能作为助燃剂 由此可见 点燃土威六是几乎不可能的操作 这个时候 有的小伙可能会这样想 既然土威六没有氧气 难道我们不能送上去吗 当然可以 只不过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工程 目前 能够抵达土星的航天探测器少至又少 更别说输送氧气过去 而且 如果想要助燃土威六的天然气 需要的氧气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根据燃烧的化学方程式得出 点燃一份甲烷至少需要两份氧气 2019年 全球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大约为190万亿立方米 一立方米重约0.71公斤 土威六上少说也有好几百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需要的氧气重量超过百万亿公斤 先不说有没有这个运输技术 这么多的氧气从何而来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目前 人类想要点燃土威六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不过 我们可以进行科学的猜想 假如点燃 会发生什么 假如点燃 不少人觉得 点燃土威六可能会变成另一颗太阳 但是 你知道吗 恒星的形成靠的并不是点燃 而是依靠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产生大量的光热 核聚变的主要来源是氢元素 土威六的氢元素微乎其微 将其变成一颗恒星是不可能的 也许 大家可以在木星上试一试 通过核聚变将它变为一颗红卵星 如果点燃土威六 它的燃烧时间也不会长久 大约也就百来年的时间 并且光热散射的距离只能抵达土星 与炽热且影响力更远的恒星相比 土威六简直弱爆了 再加上太空的温度非常低 土威六很快就会冷却 并且变成一颗更加冰冷的星球 当然 还有另一种可能 当土威六星球表面的一切可燃物都被消耗殆尽后 质量大幅度下降 导致星球解体 与其考虑如何将它点燃 不如想想怎样将土威六上的天然气利用起来 造福人类能够利用土威六上的资源吗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土威六虽然与我们相隔很远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开采上面的天然气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在于 到时候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必要进行开采 因为目前人类正在开拓的能源领域实在是太多了 自从人类开拓新能源领域后 仿佛就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各种新能源层出不穷 其中有一种能源 如果真的被人们完全掌握 将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来源 可控核聚变 与以核裂变为理论基础打造的核电站 原子弹不同的是 核聚变属于清洁无害的能源 而且产能效率非常高 地球上核聚变的原料也很充足 目前核聚变的研究处于一个瓶颈状态 主要被两项核心技术阻拦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 这个时候 问题就来了 要是人类的可控核聚变研究成功 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地位 还会这么高吗 人类还会不遗余力地 去外星开采天然气资源吗 没有人说得清楚 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答案 从商业角度来讲 想从土味6开采天然气 也需要巨大的成本 如果没有一条完善的产业链作为衣服 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 土味6的天然气理论上能够被人类利用起来 主要在于未来的人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 当然 土味6的价值可不止这些 它还被天文学家认为 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之一和一具星球的榜首 神奇的土味6 根据美国太空网的报道 科学家在土味6发现了复杂的有机分子 这是生命诞生的基础条件 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 就是由复杂有机分子演变而来 再联想到土味6表面的恶劣环境 可以得出结论 土味6的生物可能都存在于甲烷海洋之下 这类生物超出人类的认知 它们或许能够依靠甲烷生存 就像是人类需要氧气一般 并且还可以忍受住零下180摄氏度的低温摧残 不过 这一切都是学者根据天文学望远镜传回的数据进行的猜测 土味6究竟是否存在生命 我们需要派遣一个探测器深入其中进行探索 此外 科学家还根据各项数据分析得出 土味6和科伊斯581克分别位列宜居星球的榜首 如今的土味6 唯一的缺点就是表面的温度太低了 尤其是北洋面 温度低至零下200多摄氏度 如果它的表面温度适宜 并且还有氧气 土味6很有可能是第二个地球 反观多意思581克 虽然总体环境要比土味6好得多 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但是它距离人类实在是太遥远了 足足有20多光年 就连光都要日夜兼程地跑20多年 更别说人类 所以想要移居到高伊斯581克 难度很高 土味6反而成为人们的首选对象 科学家在努力寻找移居星球的同时 我们也要保护好地球 至少地球是目前为止 人类唯一且不可替代的家园 只有保护好地球 才能让人类文明走得更加长远